金门县县长杨正武针对媒体最近报导 绿营配合金门某特定候选人拖延小三通富航 特别召开记者会 最近媒体一直报导 民进党也就是我们执政党 配合金门特定候选人来拖延小三通的富航 我们觉得百思不得其解 同时也觉得政治算计太过离谱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还是一样全力的来争取小三通的富航 即便媒体都已经直指 是金门的另外一位现场参选人陈富海先生去主党 我们依旧不愿意相信 有候选人能够政治算计精算到这个程度 有候选人能够为了一己的选举利益 来阻挡小三通的富航 站在金门人的对立面 但是昨天晚上我们接到乡亲的一个爆料 将陈玉珍委员咨询邱泰山主委的相片 的影片传给我们 里面邱泰山主委明确的讲到 在政务会同陈玉珍立委办公室 率领我们金门乡亲代表到陆委会表达小三通 进宿复航之后没多久我们前脚刚走后脚就有人 到陆委会去表达这个人自称是代表金门民意 而且邱泰山主委明确的讲出是这一次选举的参选人 到陆委会表达小三通不要急着开放 那么邱主委也讲到这个人不是民进党籍的 那么我不仅要请问这一位能够跟陆委会主委对话 同时会关心因为小三通开航台商回来 对蓝营有帮助的这一个具分量的候选人 到底是金门的哪一位候选人能够精算到这个程度 对此陈福海竞选总部采取低调回应 强调选举花招不理会 是非公道自在人心回归正面选举